Hello guys,今天我的任务呢就是去做一个纪录片 是关于大连足球队在新西兰的一场比赛 然后也可以顺便 因为纪录片的题材我之前也没接触过 也是第一次拍纪录片嘛 然后还挺期待的 然后也能记录一下大连足球队在新西兰的比赛 然后今天他们大连队是踢最后的决赛 然后对手是山东队 然后这边足球队也不是那种特别严格的 比如说省队哪个省组一队 或者是某个市组一队 就是你想怎么组队都可以 可以一个省然后为单位组起来一个足球队 然后进行大比赛 可以一个是大连队一个是 然后是大连市队对那个山东省队 就是还没还挺逗的 然后现在我就要和我老板去球场 因为他是大连队的队长嘛 所以他要提前到 然后我也正好提前到可以准备一下纪录片的拍摄 当然这个纪录片会有很多的后期的制作 也会耗费比较长的时间吧 所以大家可以尽情期待一下 这回不像我每天在录视频 这回的纪录片的质量会非常的高 然后大家和我一起期待一下吧 曾经有太多的光荣 曾经有太多的感动 曾经有太多的激动时刻 我们都一同记着 曾经有太多的伤痛 曾经有太多的心痛 曾经有太多的艰难时刻 我们都一起扛着 没有坎坷 是趟不过去的河 我们闯我们拥我们 绝不退缩 巅峰时刻 用尽全力去拼搏 我们盼我们 等我们 一路执着 大连 大连 我现在在拍他们的赛前准备阶段 然后七点半比赛 现在是七点十三 然后大连队也属于过关斩将 一路斩杀一直到决赛 然后他们也在努力的积极的在备战 希望他们一会儿能够取得好成绩吧 我们都一同记着 曾经有太多的伤痛 曾经有太多的心痛 曾经有太多的艰难时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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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唱我们用我们 绝不退缩 巅峰时刻 悲剧了 现在大连队0比1现在在输 但是现在刚过了差不多四分之一场 还有机会 到现在 上半场已经结束了 然后大连队现在以0比2暂时落后 然后看看他们现在在中场休息 然后看他们中场休息的时间 能不能调整好心态 调整好战术 然后下半场来扳回一城吧 中场里是单线的 大连大连大连 他命困那勇往直见 大连大连 事不可当不为界限 bid Ins interval 我希望出 east 没了啊 我们就是这么有一点啊 咱们这场比赛虽然输了 但是但是 卧富 这样就是这样 谁说 在那呢 虽然比赛输了 下半场体会大连大连元的 念得太累了 我希望在以后 把阵� pit 现在等待 以后就这么比 咱们继续 好不好 大 大 漂亮 好轻 好轻 一 二 三 走 大脸 大脸 大命困难勇往直前 大脸 大脸 事儿不可挡不为艰险 大脸 大脸 大命困难勇往直前 大脸 今天晚上 昨天肯定大家得有钱 还是不住啊 虽然人少吃了 但是在场面上 咱们一点也比别人差 上半场打了有点乱 但是呢 下半场咱们及时多有点 我就觉得这一场 下半场 真正要打住咱们大脸 体育几十而已 应该打出来没弄心这十 咱们 我就希望啊 咱们的肚子 就像下半场的肚子 有感觉去打 好不好 那下半场就先留一股心 那咱以后别的肚子 对不对 我觉得我应该比你们大大的赛 我今天也抱歉 十五分钟手转下场 让你们那个 放过分了 好多火啊 所以就过千了 那个 喝一杯吧 你等一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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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月以后 咱们羊联赛就开始了 再说咱们基本都大羊联赛 咱们就好好的让老袋看看咱们大脸是怎么起的啊 好 好 干干 干了 大脸 大脸 咱们也得要欢迎宿主了啊 大脸赵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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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guys 今天的一天的拍摄任务已经完成了 然后虽然大脸队0比3西拜 但是也提出了精神 提出了风采吧 然后我今天回去就打算开始那个纪录片的制作了 当然也会出一期 这就是现在的这一期Vlog 然后介绍一期我怎么拍摄 然后我今天怎么过的一天 当然也会出一期特别晚的那个记录片 就是专门报道 当然那个记录片会比较长二十三十分钟吧 然后我也蛮期待的 希望能够最终做出来的效果能够特别棒吧 那么现在我们俩要往家开喽 是我今天开车回来接他的人 对 今天明家自己开车过来接我 因为我开北安高速哦 今天的行程比较好 我自己去到我老板家 然后跟着我老板去踢球 踢完球 然后Mia下班过来 现在过来接了我 然后现在我们回家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也要 积极乐观正能量 我们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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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